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又要被粉丝害惨了 想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 王一博入围精英势地 竞争激烈 粉丝期待 娱乐圈奖项含金亮寿争议 乐华态度未明 陈晓、张若云等实力强劲 年轻面孔为主流 王一博能否获奖仍是未知数 娱乐圈竞争激烈 精英势地的初步提名揭晓 王一博成功入围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庆祝 他们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唱响王一博获奖的场景 并期待在王阳面前展示自己的骄傲 然而 娱乐圈的奖项含金亮一直备受争议 乐华是否愿意为王一博投入大量资源 仍然是个未知数 此外 精英势地的初选候选人中 陈晓和张若云凭借深厚的作品底蕴备受瞩目 而成毅和王赫帝则凭借高流量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 张婉毅和白敬廷也拥有广泛的门路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竞争并不激烈 但实际上每位候选人都实力不俗 王一博想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 在今年金英奖的候选人中 年轻面孔占据了主流 这些候浪们将为了奖项展开激烈的争夺 他们的粉丝们也将迎来一场忙碌的战斗 尽管王一博的粉丝们已经开始庆祝 但在最终结果揭晓之前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娱乐圈的变化莫测 让这场竞争更加充满了悬念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变数的娱乐圈中 王一博能否突出重围 获得金英势力的奖项 他的粉丝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场激烈的竞争 一切都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逐渐揭晓 聚焦娱乐圈 王一博 杨子 赵漏斯等明星八卦大盘点 王一博拍电影《辛苦备赞》 杨子商务资源提升 赵漏斯整容争议 张新成李兰迪已分手 于是获新职 张灵鹤事业平稳 龚俊新剧资源好 杜江霍思艳涉足宠物行业 侯明浩卢玉晓合作受关注 精进宣布即将分娩 第一部分王一博 王一博分享了他的拍摄经历 提到刚刚完成了一部电影 整个过程非常艰苦 粉丝们猜测这部影片是人鱼 对他深入的角色演绎赞不绝口 认为很难让他脱离角色 这部电影的拍摄周期较长 经常传出杀青的消息 但实际上仍在制作之中 今年上映几乎无望 PART02 杨子 杨子的商务资源统计显示 总数达到21个 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 他目前专注于商务拓展 影视项目方面不再担忧 品牌方看重他的影响力和合作态度 愿意积极合作 但效果仍需通过市场来验证 第03部分赵露斯 张大大发布了与赵露斯的合影 称赞不断 但反响却平淡 大众对其悲情形象不太买账 整容话题频繁登上热搜 尽管短时间内关注度依然高涨 他的否认态度并未改变 PART04 李兰迪 张新成 刘大锤公布了张新成和李兰迪的恋情证据 实际上这两人已经分手 并没有复合的迹象 视频可能是旧照片 张新成的母亲对他的感情持保留意见 认为他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目前他们也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PART05 于氏 于氏被任命为中国骑射运动中心副主任 此职位备受瞩目 同行难以匹敌 团队和资本对他的私生活感到担忧 害怕曝光会影响其形象 部分六 张灵鹤 张灵鹤的演艺事业发展平稳 与赵金脉合作并未取得明显进展 仅能维持现有地位 田锡威势头强劲 两人实力相当 投资方根据各自对剧本的驾驭能力进行排序 PART07 龚俊 龚俊主演的大男主剧《白衣公青》中 女主的戏份相对较少 她的发展一路平坦 能够获得这样的资源已是难得 因此粉丝的抵制没有任何帮助 而综艺节目可能会成为主要发力点 PART08 杜江与霍思燕 杜江与霍思燕最近对宠物行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通过适度的营销活动赢得了大众赞誉 两人各自负责不同方面 霍思燕凭借自己的人脉为杜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展现出了一个非传统家庭主妇的新形象 PART09 侯明昊与卢玉晓 侯明昊和卢玉晓联手出演《入青云》 双方对此项目都极为重视 男方希望打破连败的局面 而女方则想通过造型来摆脱普通女性的标签 最近频繁曝光的路透让两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部分时金静 金静宣布自己即将分娩 外界普遍认为她在怀孕9个月时依旧状态良好 为了防止被市场遗忘 她定期露面 以维持公众的关注度 并不惜投入巨资来维护自己的形象 Jimmy Chu任命王一博为全球品牌大使 知名奢侈时尚品牌Jimmy Chu近日正式官宣 任命人气演员、歌手、王一博 为新任全球品牌大使 Jimmy Chu创意总监Sandra Choi表示 王一博拥有非凡的才华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意人士 有着令人钦佩的职业道德 这也同时契合了Jimmy Chu 对男士风范本质的定义 自信而大胆 对生活充满热情 王一博也对能够加入Jimmy Chu 大家庭感到荣幸 表示自己一直非常欣赏Jimmy Chu的创造力和公益 让自己能够表达个性和风格 相信未来 二者还会携手为我们共同带来更多惊喜 一起期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